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谭松韵逍遥白发造型经验四座 男主少年感满满,同框合影养眼无比 谭松韵的新剧《逍遥》以其白发造型经验亮相,与侯明浩的同框画面也十分养眼 该剧讲述了人族女子《逍遥》与妖王红叶之间的虐恋,服装设计充满了港风武侠的气息 侯明浩的角色反差很大,与谭松韵的CP感十足,观众们对正片充满期待 最近,谭松韵与徐凯主演的《你比星光美丽》正在热播 从社交平台的反馈来看,这又是一部口碑不错的都市剧 谭松韵再次实现了有效刷屏,虽然她的现代造型令人眼前一亮 但她的古装角色也同样具有辨识度 从《锦衣之下》中的《袁金夏》到《逍遥》中的《侠女逍遥》 谭松韵的古装造型让人眼前一亮 她在生日仪式上的粉色造型笑容甜美 令人对她在新剧中的表现格外期待 原以为谭松韵在《逍遥》中的《黑发侠女》造型已经够惊艳了 没想到最新流出的银发造型更是让人惊畏天人 即使周围环境昏暗,背景略显杂乱 但白衣白发的谭松韵五官精致,仿佛从小说中走出的精灵女神 难以想象这个造型在正片中会有多么惊艳 相比其他凭借路透美照频频出圈的作品 谭松韵和侯明浩主演的《逍遥》显得很低调 能看到的路透造型大多是视频片段 很少有高清精修的氛围美照 但即使在模糊的画质下,观众仍能看到两位演员精致的五官和极佳的状态 谭松韵因为有一张娃娃脸,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的发挥 但在演技的弥补下,我们看到了她完美演绎了一个个不同的角色 在新剧中的造型也能从灵动温柔一秒切换为灵力脚霞 即使穿着深色衣服,也给人感觉充满活力 和黑熊妖站在一起时,谭松韵展现出一种可爱气质 特别期待两个角色在剧中的互动 虽然《逍遥》是一部仙侠作品 但剧中的服装质感却很有港风武侠的气质 感觉剧组拍完这部戏后,戏服的回收利用率会很高 《逍遥》是这两年来少见的原创剧本 讲述了在人族与妖族街因欲望驱使寻找玉礼神权 数百年来引发各路人马纷争不断的背景下 人族女子逍遥谭松韵世与万妖之王红叶侯明好事展开的虐恋故事 谭松韵的古装造型灵气十足 男主侯明昊的状态也很不错 无论是在单人镜头下还是双人同矿照中都非常仰眼 一身黑衣霸气侧漏,眼神中充满深情 让人看到了妖王身上的反差感 侯明昊在《逍遥》中饰演的妖王红叶一角 和他之前塑造的角色差距很大 黑红配色的服装和额头的妖王印记尽显邪魅 给人一种迷人又危险的反派感觉 谁能想到,顶着这样一张脸的男主 内里却是个纯情妖王呢? 侯明昊主演的《少年白马醉春风》也在热播中 他饰演的百里东军少年感十足 和妖王红叶简直是两个极端 然而无论从颜值还是造型设计来看 谭松运和侯明昊都非常搭 在《少有的同矿图》中两人也很有CP感 观众已经开始期待二人在正片中的对手戏了 你比星光美丽翻外篇 终极回眸 追寻心中那段最真实动人的爱恋 你比星光美丽的翻外篇 真是让人心潮澎湃 充满甜蜜气息 简直让人看得流连忘返 作为一部备受欢迎的甜剧 它再次展现了爱情的美好 让所有期待浪漫爱情的观众们 感受到无尽的幸福 在这部翻外篇中 季星和韩婷的爱情故事 无疑是最让人动容的 结婚三年后 他们依然如初恋般甜蜜 彼此深爱 从他们温馨的小家庭中 可以看到无尽的幸福 他们的爱情不仅仅是激情四溢 更是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细腻关怀 韩婷作为家庭主夫 把妻子照顾得无微不至 让人不禁感叹这样的男人实在是难得一见 深夜里 季星和韩婷相拥而眠 轻声细语 分享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这些场景让人感觉温暖无比 好像自己也置身于这甜蜜的氛围中 感受着他们的幸福 韩婷的宠爱易于言表 无论是眼神中流露的深情 还是行动上的细致入微 都让人不禁心生羡慕 然而 最触动人心的是季星 对韩婷深情的告白 他说 如果有一天他先离开这个世界 希望韩婷能带着他的原谅卡 继续生活下去 这种深情厚意 既让人感动 又让人心酸 每当想到这一幕 眼泪总是忍不住流下来 心疼这个温柔的女孩 幸好 故事的结局是完美的 曾经那个勇敢表白的小伙子 如今终于成了季星最爱的男人 他们的爱情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最终携手白头 这样的结局 既让人感到欣慰 又让人对爱情充满了希望 翻外篇的情节设计巧妙 人物刻画生动 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感受到剧组的用心 看完之后 心中充满了甜蜜与感动 仿佛自己也体验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旅程 这部剧不仅展现了爱情的甜蜜 还描绘了爱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从初恋的青涩到重逢后的心动 再到婚后的相互扶持 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真实的情感 这部剧中 季星和韩婷的爱情不仅仅是甜蜜的 还有他们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时 所表现出的坚韧和勇气 他们一起经历了事业上的波折 家庭中的矛盾 但始终紧握彼此的手 共同面对一切 这种爱情的力量 让人深深感动 番外篇还引入了新的角色 他们的两个可爱儿子 这不仅增加了剧情的丰富性 还让人对未来的故事充满了期待 季星和韩婷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 会遇到哪些挑战和困难 他们又会如何克服这些问题 继续维持幸福的婚姻生活 这些问题都让观众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答案 总的来说 你比星光美丽的番外篇 不仅延续了主剧的甜蜜风格 还加入了更多的情感和故事元素 让人看得既温馨又感动 每一集都充满了惊喜和期待 让人不禁希望这部剧能一直拍下去 陪伴我们度过更多甜蜜的时光 在这甜蜜的氛围中 观众们不仅看到了理想中的爱情模样 还感受到了生活中的美好和希望 希望剧组能继续保持这种高质量的制作 给观众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 在等待续集的日子里 我一定会反复观看这部番外篇 感受那份久违的甜蜜和幸福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